很多人以为过人的核心就是骗过对方的重心 但他们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 驾驭自己的重心 今天给大家分享两个非常简单的调整重心方法 适用于所有场景 所有动作 全网独家干货 学到就是赚到 调整重心的第一个方法就是让上半身倾斜 第二个方法就是朝反方向落脚 简单解释一下 比如我要做一个身后V字拉球 首先上半身要往下一步启动的方向微微倾斜 其次触球脚在推球之后要快速回落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在这个状态时身体会自然朝这个方向倒下 这样就可以利用自身的重力完成加速 如果我的脚在推球后没有回落 而是跟着球一起往前走 这个状态我是可以粘稳的 也就不利于下一步启动加速 以上两个方法既适用于所有场景 包括启动变相及停 还是用于所有动作 比如踩单车V字拉球反弹步法 下面讲解具体场景下如何应用这两种方法 首先我们的原则就是重心提前往下一步要去的方向移动 在启动时 首先上半身微微前压 其次迈步时脚要尽量回落到髋关节投影点之后 这样才能制造身体向前的倾斜 如果直接甩小腿 迈大步 落脚点在身前 身体就是竖直稳定的 很难向前加速 在急停时 首先上半身要后仰 其次脚要尽量往前迈 来制造身体向后的倾斜 利用重力快速完成制动 在变相时 首先上半身可以提前偏向下一步要去的方向 但是落脚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支撑脚先往前迈 制造身体的倾斜 然后再变相 第二种是触球脚直接伸出去构球 再把球扣走之后 触球脚落地支撑 制造身体的倾斜 总结一下 不管是启动 急停还是变相 都要制造身体的倾斜 这样就可以利用自身重力快速改变运动状态 具体方法就是上半身偏向要去的方向 而脚要落到反方向 下面讲几个具体的技术动作 让大家更好理解如何调整重心 第一个动作 身后V字拉球 前面已经讲过 如果想快速启动 推球后脚要回落蹬地 制造身体倾斜 但如果你想在做完动作之后 在原地完成传球 就需要在做完动作之后 身体竖直稳定 脚在推球时就要跟着球往前走 第二个动作 踩单车 如果在跨球之后 脚落到身前 身体就处于稳定状态 不容易加速 而如果在跨球之后 脚往回踩 身体就会自然的前倾 有利于加速 第三个动作 内马尔和三山勋的反弹步法 如果在做踏步 虚黄甲动作时 身体重心也完全移动到这一侧 那么在下一步蹬地时 落脚点一定在身前 不利于我们启动 而如果在跨步时 直接蹬地 把身体送出去 那么在启动时 落脚点就可以在身体之后 可以快速启动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